宏观经济财神到 今天是2014年6月13日 哇 黑色星期五是不是?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今天是星市的 不客气了 这两个星期发生了很多事 没错 先讲讲昨天看了世界杯 都要今天在纪念下讲讲的 因为是四年一次 你有看的 我不是波友 我也喜欢看世界杯 昨天那场波很精彩 昨天的崖夜是值得的 我三点钟还是睡得很凉 我一看它就不敢睡了 哇 最近又有多东西做 忙点 所以都是给个藉口给自己 开通宵赶紧一些东西 顺便可以看波 给个藉口给自己 市今天站稳在收市也有23,300 是吗? 站稳在上面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看不到收市 站稳到 因为今年以来 就没试过是说 连续可以有四个星期升市 是 其实上个星期 就是刚刚好真的跌市 周遭到来看 对上三个星期都是升市 但是今天完了之后 就变成第五个星期 都几乎升穿昨天的顶部 已经打破了今年以来的架局 今年以来的反弹 pattern 打破了 就是说目前来说 站稳了 就已经是说 扭转了向下的形势 就是不会升完三个星期 就跌下去 就不是了 那站稳了 也是之前这么说 升穿23,200 已经站稳了 就是代表市已经有力了 已经是 讲时讲的 上个星期 六里 本里长的演讲会 讲一下巨人投资会 巨人会 华库 草惊巨人会 你的演讲很精彩 是 也是讲一些 全场也很判断 因为你讲过往那些 最厉害的就是 让你看回我以前的blog 你再看回 事实上 由我们做节目开始 你又在讲 那个市的轨迹 真的十分之吻合 大致差不多 希望以后我们继续都可以这样吻合 是啊 本来都以为升穿23,200 会是气势如虹 然后直上星期四 但你看到它又不是 就是在上星期一突破了 然后就下来 今天又上去 如果是一个我本身以为的大星市 就不会是这样走 是啊 因为我看回图 有两种东西 我也是另外有一点戒心的 当然我这些人 结果没有在低位买 哈哈哈 再尝尾点说 因为我自己有手货在手上 所以我也可以很轻松 但是说真的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 咦? 因为成交真的不是大 是的 我就很害怕你很容易被人夹上夹下 嗯 第二 所以始终来说 我看过图形 它前一段升很漂亮 那个curve很漂亮 是的 但是最近这个星期 看看有点像墜顶那样 有点像墜顶那样 有点像墜顶那样 所以我看一看又有些 咦?会不会是派货或者问题呢? 所以这个又要请教我们看法 如果我本身以为是一个持续性的升势出现 就应该会是由两万一千六开始 就有很多大洋竹很快地上去 是的 那怎料大洋竹就只是在二万一千六开始了一支 是的 然后洋竹越来越小 就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突破急升浪 即是不太典型的形态 是的 我们就叫做三浪 不是三浪 三浪是很急很快 当然很多 似乎如果是这样数的话 如果不是三浪 这个突破23,200 就只是一个反弹的C浪 就是上次我们有一集讲过 可能有些case都很恨的 可能后面还有多两个给你 才上三浪 可能还是处于三角形的走势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今次上到二万三千六期指 可能二万三千八左右 都应该差不多 因为上次我记得你 星期六那个演讲会 我看你准备了图的PowerPoint 里面有一道就是很清晰看到大三角形 是的 现在其实上个波幅已经很窄 去到最后的 是的 通常我们传统智慧 要不就是向上还是向下 就是说一下 那些人通常都会说完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的波幅越来越窄 就是说买卖双方角力 力已经越来越平衡 越来越平衡 越来越平衡 最后总有一方是要输 一定要败到的 当然我们看它上定落 我们会分析下 未来的市况 究竟是向好的因素多 还是向坏的因素多 以及向坏的因素 再推敲那个市的看法 当然这件事就不牵涉到波浪理论的看法 因为波浪理论是另一个看法 是一个统计的形态 是 那我就阻止了你 你继续把波浪理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仍在还行三国人里面 还没突破 除非国子可以很强劲地突破了11,000点 就有机会是完成的 但是目前看的情况来说 就不是太似 好像10,400左右 似乎还是要到10,800左右 就可能会回头 再下去下试 那变成了 你说现在向上的水位 可能收到23,300 可能向上的水位 只剩三四八点 所以这次可能 不是一个所谓完美的三浪 可能是后面有一条尾巴 还要再下去一次 才能走真正的三浪 这段时间 也是传统比较满谷的时间 也是有配合的 加上世界杯 世界杯有些人说有很大影响 基金经理不工作 有些人说没有影响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不是没有影响的 其实是有道理 第一 事实上外国很多基金经理 一去四言一次 很多人是很喜欢看球 他真的被掩饭飞去那边 整班人飞去那边 狂宽几个礼拜 是有这种传统的 是有这种习惯的 只不过问题是 这班人的习惯 究竟占市场有多大呢 这个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以前来说 因为以前我们所谓的中资 各样东西 不是那么多参与市场 你看现在人民币的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 但是如果说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市场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有影响的 比如圣诞节那些 的确是有影响的 你想想你也是 如果你做医院英尼 你拿着一个大盘 第一 你也认为赚到钱都做到了成绩 为什么我不平仓 安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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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人来的 当然也有些人 就专门肯定这些机会找到钱 因为可以知道 你们个个都睡觉 我说早起的鸟儿又有虫吃 可能每个人都剩下了 过程鸟更加小 是的,他又容易做事了 你知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前面有一句 早起的虫被鸟吃 哦 这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 所以早起的问题是你想一下 你是鸟还是虫 是的 事实上世界杯真的影响了很多东西 例如美国来说 原来那个转播已经是增长得最快 原来增长最快的转播权 就是世界杯的转播权是很大生意的 是的 不知道几亿这样算的 原来全世界增长得最快 其实其中一个地方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一开始足球的 审欢程度又开始很多 美国传统来说 都不是我们叫英式足球 是看美式足球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多了这么多增长 除了本土人多 原来西班牙裔的人是最多 就是说西班牙裔的人 就是说西班牙裔的人 美国现在足球 都好像已经进去了世界杯 又增加了一点的气氛 美国也有一班人 可能走去不做事也不一定 是的 所以你看最近的成交很小 也有相当地方可以借镜到这个 没错 最主要我们的看法就是 就是有一个图形 可以帮到自己去看一看情况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都是看一看基础因素 和整个大环境 我的看法过去这两个星期 大环境转变得很紧要 是很复杂 我都不能够用一句说话 可以去概括整个事情 我们可以慢慢讲 可以 现在上半场 讲完没了 有时间了 上半场有时间 看看波多 谁说是上半场 上半场 上半场 45分钟 我们没有45分钟 不够气说这么多 上半场 我讲讲 几件大事 是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 就是上个星期 欧元区负利率 就是欧央行终于减息减到负利率 负利率 所谓的存款利率 已经去到负数 不是负得很紧要 但是借贷当然是一个正数 一个很低水平 简单来说 它基本上已经低于美国 当然有些人 就会不太明白 负利率的意思 也觉得 就好像 不太大影响 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又说起负利率 我想说回一个经验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世界的负利率 就出现过 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出现过 你知道 八几九零的时间 其实那时候 也有一种货币是负利率 那种货币就是瑞士法郎 提醒大家 2000年之前没有欧元 没有欧元 之前就是马克 里拉 意大利利拉 瑞士法郎 法国有法郎 英镑 英镑 有很多不同的货币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货币 譬如荷兰 荷兰盾 葡萄亚 你喜欢叫什么呢 叫什么 Persettus 不知道 葡式特 很有趣的 很多不同的名字 还有里拉 有很多里拉 意大利里拉 土耳其里拉 因为里拉 在拉丁品的意思 就是去解钱 最早的时候 就是 为什么我会说回 陈年旧事给大家听呢 因为有些东西 是可以让大家去思考 两件事可以比较去思考 当年为什么会 瑞士法郎 去到负利率呢 说回来 瑞士法郎 有人读法郎 有些人说法郎 尤其是老一辈那些说法郎 瑞郎 读法郎 因为他是用法文读的 所以他用法文拼出来 我们通常说法郎 有得法郎有得你喜欢 瑞士法郎 当年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 当时欧洲的货币 就是一个乱局 里拉和德国马克 还有法国法郎 就整天在争 那时候 就整天在说 其实在酝酿 就变成单一货币 市场上就开始传 哇 到时你整个单一货币 你没有了马克 还是没有法郎 还是你拉 你拿着那些 就很麻烦了 市场开始害怕 开始害怕 这些人就在想 买什么最稳定 我就要买回欧元的东西 结果就是因为瑞士是中立国 也是一个很大的银行体系 所以那些人就去买瑞士法郎 买到瑞士法郎 就变成负利率 什么叫负利率呢 当年很过眼的 当年如果你炒外汇 你真的买法郎 如果你去买法郎 如果你去买法郎 你一百元去买 你只有九十九元 就是收到一元 或者几元 那样 当年很有趣 那些炒外汇的朋友 就是不懂那些去买 他就会推锁你了 就是解释给你 哇 为什么放一百元下去 只有九十九元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 不是没有息收 还要给钱的银行 当然了 因为是稳定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个外汇的朋友 就说服我 最好稳定 你一百元进来 肯定输一元 那就是 confirm了 就是没有风险 肯定输了一元 没风险地输 没风险 但是你买的那些 你不知道跌多少 你买里拉 买Deutschmark 买法郎 你不知道输多少 是不是有个无限风险 就是那时候有个大前提 就已经是假设了市场会跌 是的 很有趣的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有趣的点 原因就是 其实你发不发觉金融市场 经常出现这些似是而非的歪理 来到叫人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东西 而做这些不合理的东西 就很合理的 正如黄金一样 我听前辈说 当时买黄金的原因 因为美元的关系之一 第二 后来要沽金 你知道原因的原因 为什么 就是因为黄金没有息收 因为有通胀 所以黄金就要跌了 哦 反过来 反过来 那时候的说法就是 买黄金当然不行 因为买黄金没有息收 你还要放在地方有仓 仓要给成本 那是不是很笨呢 所以一定是沽金的 反过来 这种说法 直到2000年左右 那些很多做投资界的人 都还是在说这些东西 都还是跟大家说这些东西 那时候金不弱 金是不会持有的 金一定是沽 沽着来 沽着来 去做其他东西 为什么呢 有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 通胀金是没有息收的 就是啊 对啊 第二 金还要找地方放 紫黄金 那时候是不稳定 那时候是推卖这个概念 最有趣的是 整个市场 十多二十年时间 大家都接受这个想法 所以那时候黄金 因为是很升幅 没有这个波幅 没有升幅 所以被人这样说 所以很多时候金融市场 那些所谓的道理 其实是因为看着升幅 它用一些升的理由 来解释给你听 对啊 它跌呢 用一些跌的理由 解释给你听 但实际上真相是否真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几年 人们跟我说 买黄金是抗通胀 因为怕美元贬值 因为怕这些东西 美元贬值是一个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问题 我认为抗通胀 我认为抗通胀 抗通胀也是用黄金 因为抗通胀是利息 但黄金我们没有息收 所以我为何会特意在这次提出呢 就是说 等于今天我们看到 欧罗在谈负利率 当然市场也会传出 一大堆理由告诉你 负利率是为了什么 是有什么好处 但是这些理由 是不是真的理由来 我们一定要深思 不如下半场 下半场我们再谈 下半场我们再谈